初戀套餐的小卡? 我的小卡 被你發現了 原來你收藏了這麼多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很怕吸引 就不可以再見到你了 所以我就偷偷自己出去引 謝謝你使用我的服務 下星期見 真的很想快點到下星期 接下來還有同居片 彭大鴛鴦片和求婚片 好, 為什麼頭髮不嫁? 我要一模一樣的 不過要空白, 印仔我自己吸 無論做一張或者一百張 價錢都是一樣 印一張和印一百張都是這樣的價錢 那我當然是印多一點 傻瓜, 你還保持到現在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在一起 但是這些小卡是代表我們的開始 我也很不捨得丟 他們很有紀念價值 我也說過秘密給你聽 其實我一直都保持初戀套餐的劇本 為什麼? 你真的保持所有劇本嗎? 當然了 你知道我最喜愛的角色就是龍小蓮嗎? 我也覺得牛頭角輝的很有型 你記不記得我們第一次初戀套餐是做什麼? 怎麼會不記得? 真的想不到, 眨眼就這麼久了 現在我們還收成正果 我還做了送師奶奶 牛頭角輝和龍小蓮這個故事 真的很開心 最重要是幸福結束 如果可以重溫一下初戀套餐 那就好了 也好, 挺浪漫的, 如果重溫的話 但是你會不會吸完印仔就走了 鬧鐘一響就不見人了 還吸印仔? 你不是已經記錄我一生一世了嗎? 不如看看重溫哪個劇本好嗎? 我想…寫個個新劇本 好嗎? 爸爸, 這裡就是我家了 你隨便參觀吧 媽媽變妹, 原來你是有錢人 住豪宅? 我家其實是普通人家而已 我爸爸是做小生意的 普通人家住這麼大的房子 你爹爹是有錢人 見到窮人會不喜歡我, 趕我走 我爸爸今天去了談生意 我媽媽去了打麻將 今天家裡沒人 不過, 輝D, 你坐一會兒就好了 你跟我補完閘之後就要走了 放心吧, 中英掃, 充電器敗 科科也是我的強項 小年, 你的手真是又白又長 還有你的臉白淚透紅 紅泡泡, 很有趣 是不是每個女生身都這麼香? 不如我以後叫你做香香公主吧 輝D, 你不斷地聊我聊天 我已經算錯了 不錯就錯, 有我在嘛 沒辦法, 你又說來跟我補習 但是又聊人聊天 那我現在就幫你補 白鱷, 你是癡性, 我是熊星 如果當我這個熊星 黏了你這個癡性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小姐 怎麼會有人? 今天不是所有工人都放假了嗎? 你先進去桃子吧 桃姐 小姐, 你是不是在裡面? 你在做什麼? 我在做功課 你不是去買菜嗎? 你不是去買菜嗎? 老衛魚回來了 小姐, 你溫習 我拿點心給你吃, 你開門吧 我不吃了, 我不吃點心 我想專心讀書 桃姐, 你在外面做事 你不用理我了 知道了, 小姐 出來了, 桃仔沒發現你 小姐 我們什麼時候請了一個工人叫桃姐 老公 Angie…你也沒看劇本 什麼? 我不是說了嗎? 在劇本裡面有一個角色是工人 聲音是我自己扮演的 我用電話來玩而已 又好像是吧? 你沒發現桃姐的聲音是我扮演的嗎? 小姐 行了, 不用再扮演, 是你來的 Fady, 你有沒有發現 我聲音的領域很廣闊 令整件事增加了刺激感 更加有偷情的感覺 黃小蓮, 你真的很貴嘛 很壞的, 我們做了壞事 我們這麼頑皮, 會不會有寶寶? 你想有寶寶, 我天天來替你補拜 你又說來替我補習, 結果又帶壞我 如果爸爸知道我做了壞事 他一定會打死我 他試試打死你 那就是跟我牛頭角輝過不去? 不要, 那個是我爸爸 那倒是, 真是未來外父 誰是你外父? 別人一定嫁你 你不嫁我嫁誰? 全世界都知道 你是我牛頭角輝的女人 你不嫁你了 真是順盡, 怕少許動作氣 就弄傷, 弄得要提早下班 聽到外面有聲音嗎? 聽到, 外面好像有人回來 那怎麼辦? 龍小蓮, 你又想騙我? 你有沒有聽過朗朗鳥這個故事? 是嗎? 宋淑輝, Angie… 不是啊, 外面好像真的有人回來 那小弟弟聽到 沒理由 Terry說他拍戲夜晚飯也不用預計 Philip仔就帶了他去豐少玩遊戲 其他工人我都洗走了 這個時刻沒有人會在 不是說有產進屋吧? 是否有人… 糟了, 還穿著校服 不可以被小弟弟見 你…救命啊 怎麼樣… 你很討厭, 宋淑輝 你怎麼不叫我? 幸好我跑得快 小弟弟才沒發現我這麼嬌潮和學生 大哥, 是你自己九尾九 誰會出去我叫你也叫不住 不如你現在還是趕快換衣服吧 那小弟弟怎麼辦? 我下去看看他吧 搞定了, 眼睛再看不見了 沒事了, 好一點了 但是好像還有些腫 不如帶你去看醫生穩陣一點 不用了, 都看到東西了, 沒事了 那有沒有哪些地方用魚? 用鐵打酒出去吧, 來 不用了, 我自己搞定了 姐夫, 幸好這次你家而已 不然我姐哥不知道怎麼辦 嚇什麼氣 對不起… 對呀, 家裡只有你一個 你今天這麼早下班? 我留了一份文件在家 那你順便留在家裡做好 那姐姐呢? 不去公司吧 家裡真的只有你一個人? 我剛才弄傷的眼睛時很痛 看不清楚 但是隱隱藥藥好像看到有個女孩子出現 不過眨眼又不見了 沒有, 怎麼會有其他女孩子? 不是, 我好像看見的 哪有可能 整間家裡只有你姐姐和這個人的姐姐 你姐姐在公司工作 要是你看見那些工人 是不是方姐和四姐他們? 不是, 她穿著校服 好像是中學生 真是很難想像 方姐和四姐他們穿校服 還有可能性 你的眼睛太痛, 需要有幻覺 真的不像幻覺 Terry, 整個眼睛這麼大 都說了就是只有我一個 你不是有幻覺, 你有錯過 你真是病入高坊 看來我真的要找一個專科 來幫你看看他 他有帶一個童話回家? 那知道我沒有眼花 原來飛魚仔帶了你給我回來 不是, 他帶那個不是女孩子 是肥仔 我真的看見是女學生 還穿著藍色校服 大約五尺六七寸高 沒有了, 到底你有沒有問我飛魚仔? 我問了, 他說 那他的高度分明是中學生 我才不會跟這麼好的女人在一起 那如果不關飛魚仔的事就糟糕了 那就是證明 姐夫真的帶了那個女學生回來 他背著姐姐偷醒?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好朋友 請讀可